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我陈伯伟的事情 如果讲用公平一字标准从过去到现在 立法院我可以说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看过10天执行过 10天执行过 国民党当院长或民进党当院长 我没有看过10天到了 就一定要搬走这件事 我从来没看过 那大部分基本上被通知都是一个月 基本上过去的惯例都是一个月 也是事实 那规定是10天也是事实 所以这立法院自己去 院方自己去解决 因为我在这么久 我也看过一个月的事情 大部分 所以院方你有法律 跟你的人情之间 有法依法 没法依利 有法 那现阶段你们要怎么执行 我觉得立法院自己 院方自己去做个检讨 这个我就不评论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10天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去评论 规定是有 但是高嘉宇的事情 我觉得现阶段民进党最诡异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在中二区的参选人 林静宇也都说过 因为袁宽恒说到打疫苗打高端不能出国 林静宇也说了打疫苗不是为了出国 当然出国这件事情 打疫苗是不是为了出国 当然是为了我们不要去染疫 保护自己 这当然是废话不用多说 但是要出国怎么办 这个问题总该解决 我举几个数字 民国108年就是2019年 你知道我们出国的人次有多少 1710万次人次左右 2020年因为疫情爆发 大概有233万人次 那今年1月到9月 出国的人次是28万人次 28万多人次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各国都在打疫苗以后 对边境管理解禁 因为商业往来跟观光的发展等等 大家存在了一个与病毒共存 用疫苗避免重症的方式 在边境上面要求 像美国的你要求打完氧气以后 你进来我不会去做 其他的额外的管理 就是说你要居家检疫 什么什么不要 那么为了第一个是商务贸易 观光往来 那台湾疫情好 当然有归功于两件事 一个是人民戴口罩 一个是边境管理的好 那边境管理好 边境管理好 边境延 那就台湾没有观光 这是取舍问题 那请问你别人要发展观光 我们国人要出国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 打疫苗又不是为了要出国 那反过来人家跟你说一句话 我打高端我要出国工作 那我怎么办 这是两个相对的问题 再打两剂 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当你在核准高端疫苗的时候 告诉人民它的相对性等等 但是高端疫苗 你一直大家在讲高端疫苗 发展高端疫苗 我也同意要发展国产疫苗 成为战略物资 因为可能流感化每年都要打 这是必然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流感 有国光等等 它是一个战略物资 因为它如果它持续了 它当然一定我们要国产疫苗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国产疫苗 走到世界不被承认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人家都是被发EUA 美国欧盟发EUA 人家都是做了三期的 期中报告出来以后才给EUA 现在包括BNT 包括莫德纳都跟美国 申请完整药证 BNT都已经过了 他们三期都已经做完了 请问一下我们高端的 二期做完了没有 免疫桥接 陈建仁讲的免疫桥接 所以你免疫桥接 你们都说WTO什么支持免疫桥接 未来趋势 对 未来趋势 那我们高端WTO接受了吗 没有 那WTO你们不是都说WTO 要弄免疫桥接等等 但免疫桥接的WTO的标准 什么都设计出来了 然后实施了吗 也没有 所以你说打完高端不能出国 要补打 不用稍微跟人民喊一声 不好意思吗 说一声不好意思 有这么困难吗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 到了极点 尤其是这个艺南 今天是艺南 那如果今天是其他老百姓 很多人他其实不像我们 天天在注意这个资讯 他自己打了两季高端 他不知道 他去买机票 他出国被打回票 算谁的 而且你还跟他说 不需要抱歉 不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最奇怪就是 因为他艺南 他要去帛琉他替代艺 对 那你们再来讲 应该要直接告诉他说 你现在如果经过其他国家 你会被遣返 你连这个指引都没讲 你还没有责任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很会做POMO 很会做广告 很会做宣传 很会选举 还记得吗 蔡总统在2016年的时候 拍了一段竞选广告 深入人心 很多人都很感动 我们来听听看 那一段广告 餐桌上没有不该有的恐惧 你的宝贝安心吃着 健康长大 需要另一双手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拉住你 用力呵护你 不用感到害怕 任何时候 你都能这样自占 辛苦的大半辈子 你们可以放慢脚步 没有后顾之忧的走下去 这是我对未来的承诺 我是蔡英文 请和我一起 让未来值得期待 餐桌上 没有不该有的恐惧 台客豆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产品 就是说比如说猪 你要养 让它长大 你要添加一些添加物 就好比是人 我们平常吃三餐 可是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有时候对照真的非常残忍 2016年也不过是五年前而已 那个时候这支广告 打动了多少年轻 爸爸妈妈的心 我有很多朋友 年轻人 那个时候 就觉得说 对我希望我的小孩 为了什么 下一代 小孩可以健康平安的长大 可是现在呢 现在很多妈妈很恐惧 当年她们可能投给蔡英文 可是现在萊记要进来 萊猪要进来了 来看看陈其中怎么讲的 陈其中怎么说 她说萊记 她在Podcast上面自己讲的 她说猪吃饲料会添加添加物 就好像人平常吃三餐 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某种程度 萊克多巴胺就是这个饲料的添加物 今天当然陈其中有出来讲说 你们扭曲 你们曲解我的意思 哪里有曲解 如果你要讲添加物 你要讲蓬松剂 你要讲色素 那一些让食物看起来比较好吃 那叫添加物 怎么会把萊克多巴胺跟保健食品 连在一起 太扯了 其实昨天事情发生之后 因为她在Podcast 这种讲法实在太夸张了 所以大家开始骂她 结果骂她之后她还狡辩 她还偷换概念 她说我哪有说这是人的保健食品 我没有这样讲 你们故意栽账扭曲 结果刚刚大家都听到了 非常清楚 你说那是猪 就好像猪吃保健食品一样 就好像人吃保健食品一样 因为那是猪的添加物 结果她现在自己听到自己白口 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抵赖了 所以她最近下午又改口了 所以她以后用词会精准一点 这不是用词精准的问题 你自己 你是农委会主委 你自己宣布 国内是不准使用萊克多巴胺 你把它列为禁药 禁药 你自己列为禁药 结果你现在把它比成保健食品 那假设她真的是 这么好的保健食品 我就觉得奇怪 你还好意思告诉人家 说你是猪农之子 你是怎样 你跟台湾猪有仇 你让我们台湾猪吃一点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都不行 你就非要把它列为禁药 我就不让你吃 我喜欢美国猪 然后去吃美国猪 这到底什么心态 所以我就觉得讲错了 不要再硬拗 而且我也觉得很可怕的就是 你以前是教授 以前你是怎么样去反对的 结果现在你拼命的莫名其妙 连保健食品都可以拿出来 去赞成一个完全错误的政策 我觉得你真的丢人现眼到今天 讲到保健食品 我还记得那个主持人 还特别讲说 对 我每天都吃维他命B跟C 你这样就是在误导大家 往那个方向 那个就是维他命 那就是保健食品 我们看到蔡总统 对于莱猪进口这件事情 她说我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吃美猪 你可以吃也可以不要吃 其实问题是人民到底有没有选择 坚哥 事实上我们民众已经做了很清楚的选择 那个签证 我就以今年1月到11月 我们总饮食吃到猪肉44万公噸 这里面从美国进口的美猪 只有1740公噸 也就是占千分之四 每一千只才四只是美国猪而已 而且这些美国猪也经过查业 他们是符合是没有来际才进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进口 我们国人食用猪都是以本土猪为主 那进口的国际猪 从13个国家是因为不同的时节 如果季节性的调配 我们猪资夏天比较存活比较低的时候 才会去进口国外 那进口的国外只占总猪资 食用猪资一成 而美国猪又只占这里面 大概不到40% 所以进口没关系 不要吃就好了 这个是这个执政长告诉我们的 来 我觉得一件事 我觉得陈吉仲的说法 我拜托一下 你知道陈吉仲讲完 那时候把我吓死了 我赶快去查 我说他不是学农金的 赶快去查 他是不是有学医学背景 把我吓死了 如果他要学医学背景的话 那我可能就昏倒了 对不起 萊克多巴胺是药品 保健食品 人类的保健食品叫食品 蔡贵总统曾经承诺过 餐桌上面不该有恐惧 可是我们的农委会主委 居然把萊剂比作健康食品 或是保健食品 他想要是保健食品 很多妈妈因此煞坏了 我是说一句话 药品跟保健食品 是归属两个不同法律管辖的 好不好 你人类吃的药物 叫做药室法管理 你的保健食品是 食品安全卫生法 动物的药品是 动物使用药品管理法 一般对营养的添加物 叫做饲料管理法 拜托 搞清楚 那是两个 维他命C 它上面标注一天吃多少 多吃无益 对不起 药品你敢多吃吗 多吃会药品